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開始了嗎? 開始了嗎? 好 謝謝各位 我們是第三組 介紹一下題目 先介紹一下題目 小明是警察 刑事警察局查毒品的中心的主任 他前陣子有接到一個線報 有一個叫特伊子的毒販 他開始要賣大麻 然後為了要獲得他販毒的證據 所以有警員他就滲透進那個群組裡面 然後觀察過後發現他每天都會傳一串數列 然後來暗示買家交貨的時間 其中那一串數列的重數就代表是幾十 然後數列前五個不同的數字就是比如說0012 那不同數就是012 然後前五個就是相加代表是幾分 好那這前兩題第一個是找雙數 第二個是找前五個不同的數字相加 然後接下來除了這個線索他也發現 在祭司本有兩兩一行的數列 代表是買家的座標位置 現在知道有兩個買家是網紅、九面跟雷拉 然後在祭司本裡面有觀察到他們兩個的座標是相領的 而且他們是距離最大 就是比如說這邊有一個座標、一個座標、一個座標 他們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是其中是距離最大 對 為了要避免新聞太快出現 因為他們是網紅 所以會京東其他買家就發現 然後趕快逃走 所以他們警方就決定 最後再抓捕這兩個 這邊有一個就是掰的 就是用AI大廚去分析 所以就求出 只要求出九妹和雷拉他們兩地的距離 還有就是座標之間的距離 還有整個行動的時間 然後這邊設定是 如果兩點的距離是小於 小於等於四的話就是大概十分鐘 然後如果超過四的話就大概二十分鐘 然後大概這樣就可以求出那個新聞要最早發布的時間 對 對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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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然後接下來 然後接下來要講那個improve file 就是一二題就會用到一串樹鏈 然後我們就是隨便 隨機跑了 二十個還是五 二十個數值 然後第三題、第四題會用到各種座標 謝謝 然後接下來看回去的部分 紙城市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有四個子體 然後我們都是從主城市這邊 讀入 然後接著再傳到子城市那邊做運算 然後最後再傳回來輸出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子體 就是剛剛講的題目 重數 然後我們就是傳進來 然後會有一個迴圈 就先把 例如是第一個數字是1 那就把一個正列的位置1 加1 然後一直全部加過來之後 最後再到這個第二個迴圈 對第二個迴圈 第二個迴圈 第二個迴圈就是從1 從0跑到9 然後就找到最大的那個數字 好然後第二題 第二題在這邊 是數列千文格不同的數字 相加代表幾分 所以我們就跟上一題一樣 就先把它全部 然後 先加 然後如果這個沒有加過的話 等於0 的話 還有第二個條件則是 如果它加起來的 就是它相加的數字 還是5以內 還沒有超過5的話 它就會把它 加到那個答案裡面 然後接著它的 就代表它加的數字 總共值得加5個嘛 就會加1 然後最後 再把它全部相加起來 然後第三題 就是2D的距離 我們 我們就是照順序 我們會給一串 座標 X跟Y座標 然後我們就會 用一個迴圈 從0到6 用6個點 7個點 然後有6個距離 然後我們用這個公式 就是避失定理 來求出2點的距離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判斷 如果它大於MAX 就是它比MAX大的話 MAX就會等於它 來求出最大值 然後最後是第四個子體 我們一樣 跟上一個方法一樣 求出距離 然後如果距離大於4的話 它就會加20 然後如果它小於等於4的話 它就會只會加10而已 對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設定 設定答案第一題是5點25分 然後分兩個答案 然後第三題就是 就是4點的答案 喔 不錯 你看你跑一次 好 跑一次 在上面 好 聽說 嗯 嗯 嗯 這裡 這是什麼 因為它要打 還好 不然是1 6.6.6 一台比開多少 就沒一個都要改 有啊 那B是定名 中文字幕广告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